你办公大楼的电梯坏了 你走上楼梯气喘吁吁 这才第五阶 你头晕什么都无法专注 二十分钟后你到了顶楼 累得好像你在健身房待了一整天 你在自己位置上大口吃下五个甜甜圈 虽然你刚吃过早餐 你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食欲 这一切再配上其他恐怖的后果将会成为你的现实人生 假如你从来不运动的话 一 气色差 你健身时 心跳加速 血液循环改善 把氧气与营养素送到皮肤细胞 让你的肌肤有健康光泽并促进胶原蛋白生产 少了这一切 你更有可能会看到肌肤暗沉 而且失去魔幻的抗老化效果 二 搔痒 你的身体很快就会习惯久坐不运动的生活模式 如果你过了一阵子后决定上健身房 或甚至只是去骑个脚踏车 你身体会抓狂 突然爆量动作会让温度稍微升高 并加速循环 如此会唤醒肌肤中含有过敏的单位 对它施加压力 那些发痒的神经会让你觉得搔痒 三 呼吸急促 当你的体能活动程度是零 任何超过零的东西都会让你喘不过气 当你走上阶梯 跟着朋友跑 或甚至是打扫家里 你的心率会一飞冲天 然后身体会累积二氧化碳 你会加速呼吸 为了吸进更多氧气 等你的二氧化碳值回复正常 呼吸也就会正常 四 能量低落 你的身体需要用锻炼来增添能量 健身让生命之意流冠血管 所有额外的循环 唤醒全身细胞 不只是肌肉的 假如你整天都坐着 燃料帮补机设定或静止 你的能量值暴跌 结果就是你无法想象以前那样 感觉到精神抖擞 生气勃勃 五 夜不成眠 运动让你睡好睡满 因为脑力活动 而感觉疲惫 虚弱 整天慵懒 这不会让你马上进入睡眠模式 你会辗转反侧 运动用正确的方式让你累倒 你的身体会渴望并拥抱休息的机会 对某些人来说 晨间或午后不久运动最有效 其他人甚至可以睡前坐完就去睡 六 躺瘾不断 当身体没有从运动得到它所需的能量 它会开始迫切地要从其他来源取得 以快速燃料来源来说 躺很不错 当你给身体垃圾食物并配着咖啡因倒进肚子 你很快就会崩毁 所以吃进越多糖果和汽水 身体就会越想要你继续 七 脑雾 当大脑因为循环不良和经常呼吸急促而得不到大量氧气 你就别期望它拿出顶尖表现 缺乏规律的体能运动 它会不容易专注在任务上 保持专注与处理资讯 你走进一间房间却忘记自己为何而来 这样的状况会越来越常发生 就算是轻量的运动也能让你记忆更敏锐 观点更优异 八 头重脚轻 如果你没有规律的运动流程 你的血压身价会更平凡 所以轻微的体能活动像是弯腰去剪你刚掉的笔 可能让你晕呼呼 虚弱 甚至觉得自己即将昏倒在此 假如你的血压太高 可能后果的清单可以再加上经常头痛 心跳不规律和逊力问题 九 更常请假 运动通常会激发你过着整体上更健康的生活 你会睡比较好 饮食健康造就更强健的免疫力 当你用懒沙发马铃属式的生活剥夺自己这一切 那就预期上班上学更常请假吧 在你太过兴奋之前 请记下虚弱的免疫系统 可能让你更容易染上那些比感冒或流感恐怖得多的东西 你需要身体的防御系统处于顶尖状态 才能为你比喻危险的细菌与感染 十 肌肉更虚弱 运动打造更强健肌肉 这保护骨头不受伤 并为关节承担过重的压力 所以你比较不会出现关节炎 如果你不运用肌肉 肌肉就不会强壮 连拿着购物袋或甚至是酒蘸的基本任务 都可能会让你筋疲力尽 十一 频繁受伤 更强健的肌肉表示平衡更好 精神清晰度也更敏锐 缺乏运动 你可能连基本动作也做不好 因为肌肉太紧 连最轻微的动作也紧绷 你拿起一袋重的购物袋 你受不了这个重量 它掉了下去 罐头食品掉在你脚上 哼 你把自己弄伤了 当你拿着两袋 其中一袋比另一袋重 你可能轻易失去平衡 脚步量呛 十二 关节僵硬 你在锻炼肌肉时 你也在练柔软度 因此少了体能活动形式的伸展 就表示肌肉疼痛和关节僵硬 十三 体姿不良 肌肉在你行走 坐下或站立时让身体挺直 肌肉虚弱时 你会常常弯腰驼背 体姿不佳 代表着颈背疼痛 血液循环及内脏功能不良 因为你对内脏施加压力 十四 消化问题 假如你挤压肚子 让它缺氧 让它过度承载垃圾食物的引头 这一类 别期望它会好好运作 当身体处于静止模式 新陈代谢会跟随它 这会导致消化问题 如胃酸逆流 胀气和不规律 十五 骨骼问题 举重和高冲击性活动 如跑步或慢跑 施加压力在骨头上 并考验它的耐力 身体的反应是强化骨骼 少了这点 你的骨头会变得疏松 更加脆弱 这表示你开始失去骨骼质量 骨折的风险也增高 骨质流逝尤其危险 因为等你看到症状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十六 心理健康问题 运动让大脑产生幸福荷尔蒙 脑内飞 这是天然情绪振奋剂 因为它会启用你大脑快乐的那一边 少了运动 幸福荷尔蒙工厂 运作就没那么好 所以你比较可能会忧郁 焦虑和情绪波动 十七 考验你的自信 虚弱松弛的肌肉 缺乏睡眠的黑眼圈 肤质不佳和不良的体姿 都可能让你照镜子没那么开心 你的自尊与自信可能急坠 原因是所有这些身体灵活动的生产后果 下个阶段 你不想出门社交 十八 过重 当你的能量值低落 星辰代谢会减缓 你渴望垃圾食物 又没用体能活动燃烧掉多余的热量 这些跟着你 脂肪累积 不出乎意料 体重随之而来 假如你想避免这一切 现在就动起来从小处开始 把电视时间设限制 一看完就去外面走一圈 把这当成规矩 你看一小时电视 你就活动身体二十分钟 就算在看电视的时候 趁广告时间 做卷腹 伏地挺身 或平板式 每次毫无目的的华社群媒体 就用开合跳付出代价 设定时间限制 十分钟后再做另一组开合跳 一秒也别浪费 趁着等咖啡馆的时候做深蹲 刷牙的同时 做台西站 打开音乐 起床后一边准备 一边跳个舞 有好多其他方法 能让你在生活中纳入体能活动 你甚至可以多工运作 把它变成跟朋友的社交活动 这就真的有趣了 因为这会引出你的好胜心 开个谁能做比较多弓箭步竞赛 一起打场篮球 你甚至可以找到新的爱好 交到新朋友 慢慢来 身体才不会被健康新生活振折住 最终你会习惯运动 无法想象生活少了他 有什么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